疾管署統計 上週腹瀉就診 累計十五點二萬人次 已經連續三週上升 預估廉價過後腹瀉就醫人次 恐攀升到今年的高峰 而另外就診病患呢 有超過五成都是幼兒 因為這個月十號起陸續發現 嬰兒有上呼吸道的症狀 大多是感染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 診間化的後診區擠了人潮滿滿 雖然是中秋連假 但到診所看診的民眾還真不少 其中超過五成都是幼兒 讓家長是相當的擔心 陸秋以後 嬰幼兒感染比例大爆發 台中一間月子中心 從這個月十號起陸續發現 嬰兒有上呼吸道的症狀 就醫證實是RSV群聚 最後一例症狀二十一號出現 累計約有八位幼童 將持續監控到十月八號 除了呼吸道融合病毒爆發外 機關術統計也發現今年因為腹瀉於門診就醫的人次 已經從三週前的十三多萬人次 到上週累積上升到十五多萬人次 與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二二年同期相比 已經回到疫情前的就醫人次 醫師也說 除了中秋廉價烤肉 飲食所引起的腹瀉 目前社區正流行 懦罵病毒 流感 腺病毒 新冠等傳染病也都容易造成腹瀉的發生 醫師也提醒目前正流行的各類病毒 不易從表面幾個症狀做明確的判斷 因此只要一天拉肚子三次以上 或出現腸胃不適 嘔吐發燒等症狀 就要盡速就醫 以免有脫水的疑慮 也一定要落實手部衛生勤洗手 記者為邱福財 林建生 彭煥群 台北台中報導